諾魯馬上就跟中國大陸建交了 王毅也在後面的記者會上沒有講到說 極少數的國家跟台灣維持邦交 遲早是要糾正 媒體就直接做解讀 這是否是王毅的預告 台灣的邦交國要歸零 要清零 大使怎麼看 這個我想清零的話是有一定難度啦 可是再拿個三五個 應該是不是問題 現在剩12 如果圖阿魯也有白白的話剩11 再拿個三五個的話 那就剩各位說了 就是現在已經是11了嘛 對不對 各位說我認為對於台灣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的話 過去所有的斷交 你會認為 你可以我可以做一個結論就是 蔡英文不在乎的 為什麼不在乎呢 斷了十個的那個繼續在位 每天還在那個生龍活虎的罵大陸 對不對 就無招卸 對不對 所以他不在乎 他從22個斷到現在11個他不在乎 那現在就是吳釗燮的口吻還是一樣 就是趁到這個機會來 就是狠批中國大陸 非常要煽動怎麼樣 台灣社會 因為這件事對大陸的敵意 認為大陸對台灣是毫無善意 就是一個赤裸裸的 在國際社會霸凌台灣的一個角色 所以他們事實上我覺得就民進黨這個政黨來講 他們的評估是光交斷 事實上正好它反面操作 它是可以有斷交紅利的 它要領紅利的 所以你說他在乎嗎 不在乎 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大陸對台灣的這種 這種所謂強勢作為 那台灣老百姓的感覺我認為 正在慢慢慢慢的翻轉 所以英文就有一個門檻 快過那個門檻 你邦交國我認為降到七個八個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台灣的社會就會不會讓民進黨說 這是我的政治紅利 斷交對我是好事 反而斷交是怎麼講 是一種民進黨 這一群人 他們真正失利 然後他所謂的用價值可以在國際社會上 得到很多朋友 然後受到大家支持 而沒有看到國際政治是現實主義掛帥 極為現實這一面 這個對他來講 不但沒有紅利 他就開始失分了 我想要問的是 你剛剛講到斷交紅利這個事情 透過斷交 凝聚更多支持者 把所有的怒氣歸咎在北京 但為什麼會要到 剩七八個的時候 這個感覺才會出現扭轉 因為你認為別人 他形容的就是說 本來二十二嘛 為什麼到了七八個的時候才會開始變扭轉 他的所謂的論述就是說 我們是民主陣營的大家是因為肯定我們的價值 然後我們是一些鑑於價值上面的朋友 對不對 而且美國跟這個國際社會也會跟我們一起來維護這些 這些國家他責於整個民主社會民主社團的這種壓力 他不會跟我們斷交 我們是得到多數 我們還是有很多人支持的 這是一個指標 可是你到一直退退退的話 那就老百姓就會講說 那你就是孤立了 你講的這一套說台灣在外國際社會上很受歡迎 這民主戰勝獨裁了 我們是代表民主的勝利 那我們這些國家沒有這樣想 要到七八個的時候才會這種覺醒 我認為這個數字我認為大概到那個程度 對 那中國大陸我覺得他也不會很快 你認為王毅講這話什麼意思呢 要糾正 我覺得他基本上就是要打到一個數字 讓台灣社會的民意做一種翻轉 對 那現在的來講還是在傳統的就是說 我是警告性質的 那他警告他知道他這個民進黨會拿來運用 可是他是警告賴清德的 他警告賴清德還有賴清德他們這一群 這一群現在的這種 他們是比較主張獨立的 就是獨派啦 他意思就是說你不要以為我不會出手 那我外交上我就出手 因為他對台灣大陸對台灣有三條陣線很清楚 經貿外交跟軍事嘛 那外交說實話 看起來大家很有新聞性 很有爭議性 很有看點 可是他對兩岸造成的實際的 利益的傷害是比較小的 經濟軍事還是多大的 論錢來講的話 好了一億兩億美金吧 你今天一個elfa下來就是幾十億美金 對不對 那你如果軍事的話 那就很難估這樣了 對不對 動輒百億美元吧 那我就要 剛剛大致說 王毅的話 延伸出來就是 你不要以為我不會出手 而且講給賴清德聽 那我就把這個 現在台灣還有人的邦交國 列給大家看 現在是十二了 有一個說法 如果說北京可以把這十二個 都給斷掉的話 就北京的角度思考 當然先斷最好是斷掉中美洲 這樣以後台灣就沒有什麼 藉口跟理由要必須去過境美國 去跟美國的政治人物做接觸 那我相信也會是 北京如果真的要 這個不要讓台灣的官員 跟美國官員有這麼多互動的話 斷中美洲是比較快的 但是這部分 對北京來講應該難度也高 這裡面有美國因素 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後門 那現在情況下 當然這個南太這兩個小島 是對美國的影響 還是比較遠一點 所以這兩個現在不管海地 還有就是這個 現在這個說中美洲兩個國家 它有美國因素在裡面 美國事實上也是施加壓力 美國施加壓力 那所以就是說美洲國家的話 事實上就有美國因素在裡面 那而且它的可能的經濟的價碼 會比較高 會比較高 南美洲還有巴拉圭 巴拉圭是一個大國 它現在從台灣拿到的這個經濟援助的數碼 應該也不低 應該也不低 因為在他們去年的7月的時候 他們選舉大選之權 消息傳出來 巴拉圭那時候的政府 希望台灣 帶10億美金給他 所以這個後來就沒有拿到檯面上來講了 那到底現在跟巴拉圭的援助的這個數額 大概有多大 現在我想這個要比這個南太兩個小國要大很多 是 台灣一直有個論述來就是邦交無用論 少一點還省點錢 只要顧好美國跟日本 台灣的安全有保障 這樣就OK了 對於這樣的一個論述 大使你有什麼樣要提醒的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民心士氣的影響 其實民進黨裡面老早就有人說 你把東交國都斷掉 就把中國終結了 台灣就獨立了 他們是有這種想法 不過我覺得實際上的話 他坐在那個位置上 他都不希望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你在國際上的支持度是什麼 對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這些國家不能只說美國 不能只說日本 這也是重要的指標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它可能斷到最後 如果斷到真的各位數字的時候 我覺得不管誰在 誰在 蔡英文也好 賴清德也好 他還是會想辦法的 而且這些人 他當選以後 他總是要搞得人模人樣的 總是要出去一下 讓人家給他一點 這個國賓級的待遇 讓他也可以怎麼講 也可以回過頭來 回到台灣來講 你看我不是只是在台灣這裡面 關起門來做皇帝 出去也可以有一點車輾 車輾這個架碼的這些 這種榮耀的 所以他還是有他政治意涵 王毅跟Sullivan 兩個人在泰國見面 這是11月份之後 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 也在他們的選後 你覺得什麼特別需要關注的 我覺得就是說基本上 雙方現在 從現實的利益來講 大陸跟美國基本上 希望把兩邊的關係 緩和的調子 推 這對雙方都有利 那對國際經濟也有利 對因為美中 中美兩個對抗性太強的話 真的是影響整個國際 國際投資資金走向 那現在中國大陸跟美國 在經濟上他都希望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國際的這個所謂的 地緣政治環境 所以雙方現在在營造一個 比較好的氣氛 所以你看就是說見面的頻率 吵架的比較少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高層的溝通管道線都恢復了 包括軍事的溝通管道 那所以我覺得就在營造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然後就是說共同來 怎麼講呢 來解決共同面臨的挑戰 那共同面臨挑戰的話 就是說現在最大的挑戰 就台海了 所以我認為王毅跟這個布林肯 他們兩個見面還是要 蘇利文還是要怎麼講呢 還是要主軸還是在台灣的問題 因為台灣問題現在基本上 選舉結果出來了 雙方大概都沒有超過雙方的預料 選舉結果出來了 那就現在到這個5月520之間 那麼怎麼樣來所謂的管控 賴清德他的言行 他的言語跟他的行為 這個地方我覺得北京跟這個 華府之間有共同利益 那不要他有大動作 大或者太金事駭俗的言論 你把大陸讓大陸的整個整個因應 就是說一個台獨上任以後 他的那個政策的會影響什麼呢 會影響他的這個整個的pace 就是他的步調 他這個步調跟他的強度 網友哭手在說 兩個人見面是不是在朝你一下 賴清德520救濟人說的文稿 這個是 台灣的文稿 這已經在每次都會談 每次都會談 一定的 所以這次在泰國談 來請大家講的內容 一定的 一定的 那 就在想要想什麼了 其實我們今天談好這個問題是一定的 那 要塞在太金的嘴巴裡面是哪一些東西 這很有趣 可以觀察 就習近平跟拜登 就另三會面 確實中美之間要穩 要緩和 這個是基調是如此 但有沒有一些拜登或者是華府的人士 不希望那麼的穩 就希望賴清德做些危險的事呢 我給他看這個文章 或者這個說法哪裡來的 CG5 這是美國知名的兩岸問題專家 任雪莉 他說 他是在一個智庫分享上面的時候 做了一個這觀點的一個提醒 他說不太擔心賴清德會邁向正式台獨 因為受到太多的制約 不過他擔心的是 在美國 有一些人會鼓動 甚至逼迫賴清德 做出一些不符合台灣利益 但又無法去反對的危險事情 舉個例子 他說像佩洛西訪問台灣 就是這樣 這個其實對於台灣沒有真正加分 但是是危險 不過提出來的時候 蔡政府在當下是沒有辦法說No的 就像類似這樣的事情 會有美國一些人士去鼓動賴清德做這樣的事 那提出這樣的一個觀點 我也覺得還蠻符合現實狀況是如此 因為拜登的行政團隊 應該也希望跟中國大陸之間就很多方面 必須要穩 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會有一些人會鼓動賴清德去做一些 比較危險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 蔡大使 就你曾經也在美國也住過華府 這些人是哪些人 他們鼓動的目的是什麼 馬上要來了 Gallaguer 馬上就要來了 馬上來了 Gallaguer 還有一個就是說 賴清德就職的時候 那時候看看美國現在的議長 叫什麼Johnson 反正現在這個新的議長要不要來 美國派什麼樣的代表團來 這些代表團的話 我想這個都是高度敏感的 對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會來 像日本其實還算是克制 因為日本要看美國 因為美國一開始就說 拜登講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 他只講一句話 所以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正在一個階段 就是說 拜登這個行政團隊 他們正在馴服賴清德 就現在一匹馬 他現在抓到一匹馬 他現在開始要馴服他 這個過程 那也有人會怎麼樣 會誘使這個馬去做壞事 馴服是拜登團隊要做的事 那哪些會讓你剛剛講做壞事 Gall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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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egger你就要很小心 做壞事的目的是什麼 他稱他自己政治目的吧 就是美國政治人物的個人政治利益 對對個人的政治利益 那另外一方面 共和黨他現在選舉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最可能他現在 因為眾議院議長是他們拿嘛 那再來一個佩洛西事件的翻版 那這個當然就要看 我覺得現在的話就要看這個 川普了 因為到五月嘛 你說共和黨一些人是 要獲取個人的政治利益 做法就是讓賴清德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譬如說美國派一些更高層人來 賴清德不能夠說no 因為我們跟台美之間友誼 是非常堅定的 所以必須要歡迎他們 歡迎之後 北京會有些激烈的舉措 然後共和黨好批評拜登 你看你這麼懦弱 你都沒有辦法反應 就是在藉此來批拜登不行 對 就是他們內部的這個爭執 可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說到五月的話 賴清德的這個就職就職典禮的話 那美方如果他的眾願要來高層的話 我覺得他還要看看川普什麼意思 因為我認為到那時候 川普已經掌握整個這個共和黨的大政方針 已經是確定應該是他代表共和黨了 對 他會評估這個 對川普選舉有利還是不利 把台灣的問題搞到那個 那麼像原來像那個佩洛西那種程度 對川普有利還是不利 大致你認為他們會這樣操作嗎 我覺得應該以川普那時候作為他 應該不會希望把兩岸的事情鬧那麼大 不過他現階段如果在三四月搞這個事情的話 攤子是丟給拜登做處理的 對 那Gallagher就是他們共和黨的人 那不過是小咖而已 對不對 那當然他美國人來鬧事的話 關鍵還是賴清德怎麼回應 美國人放了一首歌 那看賴清德要不要跳舞 他也要跳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很嚴重 那我覺得就會正式有軍事的行動出來 當然不是武統 就是很多軍事的大動作會出來 比較大的動作會出來 任雪莉的這篇文章分析內容 他講到說台灣選後 就他們來觀察北京是克制的 美國也立刻派的訪問團 就是不想出意外的狀況 都要求穩 但兩岸之間因為沒有任何的政治對話 的單位跟空間 所以就無法朝統一的方向 有任何的對話機會 北京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就會對於賴 有各方面的一些壓力開始施壓 像是斷邦交國 ECFA的細項一個一個斷 不是意思給你全部斷 因為籌碼是慢慢丟的 那賴清德受到更多的壓迫感的時候 就要會去尋求美方更多的支持 那跟美方尋求支持的時候 勢必會讓北京會有更激起強烈的反應 變成一個危險的螺旋發展 就這樣子成形了 而且是看起來是必然的 沒有什麼回頭的機會 對我覺得斷交跟這個經貿的這個壓力 美國不會管的 美國不會從來沒插手過 斷交他也不太插手 他中美洲是因為什麼 中美洲是因為那在他後門 對 中美洲他也沒管好 對 該斷的時候還是斷了 美國也管不住 對 那就是說經貿部分的話 其實美國認為 大陸跟台灣經貿把它拆一點 它也是好事啊 幹嘛管你呢 對不對 那民進黨也有一些人認為 他認為跟大陸就算 你要搞獨立嘛 那你就 你要經貿這個 這個基本上把它距離拉遠一點 他們也不在乎啊 對 不過我認為中國大陸會做啦 尤其是ECFA部分 他會一塊一塊的切 那就是不斷的施壓 因為台灣的這個公商團體 昨天已經講話了 他們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他叫賴清德 基本上要把ECFA保住 然後呢 用什麼方法來談判呢 用現在對大陸這個2509項 這個單方面的這種 所謂的禁止大陸產品 進口的2500項目 在選擇對台灣 傷害比較小的對大陸開放 那這個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啦 賴清德是一點善意 都沒有釋出來 民進黨政府善意 善意也沒有釋出來 那我覺得他們還是希望 利用大陸對台灣的壓力啊 那麼再作為台灣 在這邊所謂烹調一個怎麼樣 一個反中大戲的 反中的一個情緒的 很重要的什麼燃料的來源 他希望大陸給燃料 給食材 他燒出一鍋台灣的 仇中恨中反中的一窟大菜 不過這會不會到了情緒堆疊 會出現一個轉捩點 大使說觀察點是 剩下七八個邦交國 另外還有就是 對於台灣這方面 應該說是第一批 義務役一年的義務役 開始入部隊服役的時候 這些產生的後續一些 在情緒上面一些反應 要做觀察